你还别说 徐老师 我说你们上海一点好话 上海的这个法 我不能说我们上海 因为我现在在上海 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我不能贪伟大的上海为我们 我觉得韩正不批准 但是你的根 根是上海根 是吗 我跟你说 上海要不说会算账 表现在上海有个法官 我跟你讲 这个新闻我还专门抄下来 我觉得真是啊 这个上海人的爱心 还是什么 全在里头了 上海某个法院 执行一起案件 冻结被告账户 就冻结被告账户里 有两万股票 这个被告现在就已经资不抵债了 那么法院 法官看到 当时正好这个股市 是一泄千里 说 把他这个两万股票全抛了 也不足以抵债 于是呢 法官沈国敏先生 沈法官 平常就爱炒股票 这方面非常了解 就说先买给我吧 没什么事 法官沈国敏仔细研究之后认为 该股票有较大的上升潜力 决定暂不抛售 果然数月后还是数日后 该股票逆势而上 迎来了涨停板 股票抛了 债还掉了 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局 却引来了非议 有人疑惑 说法官花大量时间 惊演股票 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沈法官说 这个只能凭法官自己的判断 那意思 我还帮你把这债全还了 法官要是他自己没有买下来 对啊 他没错 他是有爱心吗 他在衡量这个人的财产的时候 他比较有经济头脑 他自由财量权嘛 我跟你说是上海法官 但这个自由财量不是要用 我有点怀疑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在于就是 他这个股票要卖的那个时机 应该是个法律限制的 也许中国今天这方面 还不是太完美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法官不应该去帮这个人 去判断你手上这笔股票 什么时候卖 你叫人赚 这个东西 能够让法官去帮你 这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好处 什么事情 就是灵活 灵活 就美国模式 他死板 没错 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而且你们光讲程序 结果是好的 结果 结果是好的 我最近 最近有个朋友到香港来坐飞机 回去跟我抱怨 他说就在个飞机 就是那个 差一分钟 就不让他登机了 可是他的行李已经进去了 那为了要把这个行李找出来呢 大家都很麻烦 他说为什么就这差一分钟 我就看到了 还不让我进去呢 他说 我说香港机场现在这几年 一直是世界上第一号 最好的机场 他说好什么呀 你看 跟我讲了一大堆 后来我跟他解释 我说香港机场的人员 他是这样的 你过了这个时间 我要放你进去 我的错 但我不放你进去 拿行李 这个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我造足了这个章程 这就是造足了章程 这个就是香港人 已经被英国人的这套管理 已经学得很好了 管好脑子了 咱中国人就是灵活 你知道吧 我们在这种时候 如果香港也这么灵活 我们的机场就不可能 每年哪里 对 所以你看看 这个法官这样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 你说香港现在最高法院 也判一个案子 我跟你讲 这在香港也引起议论 咱说有钱 近年都说大陆富豪 咱们现在也帮着香港富豪 来这个什么 什么 吹息吹息一下 都说什么大陆富豪有钱 我跟你说 真的闷声大发财的 我看还是香港人 香港左敦 横峰酒店后人 李德义之子李建勤的离婚案 听都没听过 这你不需要听说 这需要 不需要听说 你要听说 他的前妻 曾昭颖 离婚之后 在法庭上 要离婚费 赡养费 怎么报的树 我们先看看照片 这就是他的前妻 曾昭颖 被称为恒生的前媳妇 然后再看下边 这是他的前夫了 这确实是有钱 你看 长得就有钱 后头也有钱 你看 三个八 这都是跑车什么的 跑车后边还有车的佣人 而且都是外 后边路感觉都是他们家的 然后你再看下边 好 在法庭上 他声称离婚后 他要花的钱 买船给女儿周末出海 要一千五百万 不是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每年要带女儿外出度假 这需要一千二百七十万 每年买三 不是光买衬衫 就买衣服 买手袋 这还花的不多 才五百一十六万 然后 跟郭妹妹差不多 消遣娱乐 二百四十万 食物开支 一百八十万 给女儿请保姆 六十九万 三只狗 每年的赡养费 饲养费 十四万 他的三只狗的饲养费 比我养自己还贵 对 我看他最节省的 就是每个月到餐厅用餐 报的是五万 五万港币 要克制 这方面 这就是在法院提出来的 说我要买半衫 保云道 一幢五千平方尺的大屋 要求前夫支付六个亿 买楼 但是前夫的律师批评他 说你这个太腐败了 对吧 你用不着住五千平方尺的 你住三千到四千平方尺的 已经够了 我的天哪 而且我还注意到 他说那个出外旅游 因为庭上也在讨论 为什么要一千五百万 是吧 一千两百七十六万 对 每年出外带旅员出外旅游 怎么会搞那么贵 他有解释 他说那是因为 比如去年怎么会搞那么贵 他有个时数 这是有证据可寻的 他说那是因为 他以前跟他老公 就是他前夫 就是这样出现的 对 去过马尔代夫 一个岛 哎呀 住了一个岛 觉得很舒服 说身为父母 不带女儿去一回呢 很对不起女儿吧 对不对 那么出于爱女儿的心情 那么也就带女儿去了一回 还好像还去了三回 所以得花这个钱 是有道理 这些都是律师的game 就律师帮他争取到越多的钱 律师拿用金也就越多 那么律师他是按照他们一套游戏规则 这套游戏规则有个基本原理 就是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怎么花钱的 那你分开以后 他也得这样 保证你原来的生活 我不会降低我原来的生活 就你要 就maintain你的life quality 就你要保持你的生活质量 所以这些男的 要是你想要离婚 你之前就别花太多的钱 你花太多的钱 将来就得花一辈子的 对 他是根据两口子一块过的时候 住的条件 玩的条件 度假的条件 来决定婚后 他永远能过这个生活 估计这个男的 以前也买过一个船 那女儿也坐过一次 那结果你惨了 他花船是很大 估计那男的吃饭的机会不太多 所以他吃饭的开销也不太大 所以你注意看 为什么我们看一些电影里面 比如说在香港也好 美国也好 因为我们的模式都一样 这方面 你会注意到很多人 为什么说这个男的离了婚之后 男的住一个特别小 特别破的一个小楼 女的住的很好 活的很好 为什么 这是因为没错 他的确要让你保证 以前我们没离婚的时候 大家过的好日子 但是由于为了要让你离婚之后 仍然过这个好日子 那男的就得过得很惨 那男的就没有这个好日子 对 因为他是假定你男的收入 是在那个时候这样说 那么你男的如果不能保证 你都有那个收入的话 那以后女的就一直这样生活 男的就过得很惨 真的 我都认识 所以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近对于婚姻法的最新解释 是很必要的 很及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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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